澳洲葛瑞康爱他美 澳洲葛瑞康爱他美奶粉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第一名儿奶粉品牌 隶属于全球乳制品巨头达能基团旗下 据说大部分的澳大利亚宝宝都是喝着葛瑞康爱他美奶粉长大的 葛瑞康爱他美分为牛奶粉和羊奶粉系列 但是羊奶粉产量很小,几乎是断货状态 澳洲葛瑞康爱他美奶粉在国内消费者眼中也是优质高端奶粉 但是澳洲葛瑞康爱他美是清西兰出口过去的 生产量比较小,特别是冬季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 不过很多国际妈咪海淘母营商串小宝贝 都是澳洲葛瑞康爱他美地铁版本丝,从小吃到大 众所周知,澳洲葛瑞康爱他美奶粉是由新西兰和瑞康爱他美奶粉出口去澳洲 甚至澳洲葛瑞康爱他美奶粉配方和新西兰和瑞康金装饭奶粉配方是完全一致的 奶原底也是来自著名的新西兰牧场 新西兰起扣眼神,阳光充足,植物生长十分茂盛 森林面积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9%,生态环境非常好 新西兰富饶的土地及政府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指定了新西兰是一个与农处牧业、旅游、教育为主的国家 为了保护新西兰清和境的形象,政府对工业的控制非常严格 空气中几乎没有污染,城市的饮用水甚至不用听任何处理,就可直接饮用 澳洲贝拉米奶粉,澳洲贝拉米奶粉,是澳洲贩土奶粉品牌 是澳大利亚地区,唯一通过NASIS认证的有机奶粉 贝拉米贝拉米也是全球公园的三大有机奶粉品牌之一 因此,从品牌历史来说,澳洲贝拉米奶粉和澳洲,可瑞卡奶粉不分上下 澳洲贝拉米奶粉差次于污染的塔斯玛尼亚岛 气候条件基本和新西兰相同,位于澳大利亚的一个美丽小岛 塔斯曼尼亚岛上,占地三万亩,整个农场由澳大利亚,有机认证机构 NASIS监控,所有奶粉均不可人工喂养饲料 整个农场的牧草均不可用杀虫剂,也不可以用化贼 奶粉也不可以使用任何药物包括抗生素 而制造奶粉的机械有特殊要求,由于NASIS有机认证的要求如此之高 目前包括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只有贝拉米奶粉 拿到有机奶粉证书 澳洲贝拉米有机奶粉中,它有充足比例的亚油酸和亚麻酸 可以在宝宝体内根据宝宝的需要,自然的合成DHM和L 来保证宝宝脑部发育需求,促进其智力发育 所以,无需另外再去添加DHM和L 由此可见,贝拉米有机奶粉比普通奶粉的营养价值更高 贝拉米有机奶粉对奶源以及生产要求 相比普通配方奶粉标准更高 普通配方奶粉母系营养元素是有标准限制 有机奶粉是不允许添加和含有 贝拉米有机奶粉相比普通奶粉安全性更高 就像日常超市里出售的普通蔬菜和有机蔬菜是一样的道理 澳洲A2英文奶粉 A2奶粉2013年到大利亚上市 澳洲A2有限公司,主打品牌鲜奶,酸奶 在澳洲知名度很高 只是推出奶粉的时间不长 所以知名度不如澳洲贝拉米和澳洲 和瑞康艾特梅奶粉 所以国际妈咪澳洲奶粉和桃销量情况来看 澳洲贝拉米奶粉和可瑞康艾特梅奶粉销量 要高于澳洲A2奶粉的 A2 Blackmon白金配方使用全球独创的A2原主 奶源来自珍稀的A2奶牛 只含100%纯净A2 Beta烙蛋白 不含A1 Beta烙蛋白 是自然人生的贴近母乳中天然烙蛋白的配方 实验证明A2 Beta烙蛋白有强力改善宝宝的消化功能 促进宝宝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呵护宝宝智能的消化系统 还有A2 Beta烙蛋白的配方 从源头上最大程度的避免能由A1烙蛋白引起的不良的健康反应 这个观点已得到全球100多项科学论文的支持和认同 天然均衡的配方设计 有利于婴幼儿的长远健康 让宝宝更责任健康的成长 通配方奶粉的牛奶原料中含有A1和A2两种蛋白质 A2公司研究发现A1蛋白质可能让部分人感到肠胃不适 所以采用了物以稀微贵 只产A2蛋白质奶牛的牛奶 所以价格高啊 有点尴尬的是其他欧盟国家品牌奶粉 并没有证实和承认这一点 不得不说 欧盟国家的婴儿奶粉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是经过时间验证和多少大小宝被认证的 发展上百年从未出现过品质问题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GNU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